这是1980年发行的猴票 发行的时候面值仅8分钱 后来市价最高达到过12000元 曾经增值15万倍 像这样一大张整版没被撕开的猴票呢 又叫大板张 增值更是曾经高达18万倍以上 历史上猴票曾有四轮暴涨 平时价格也是最坚挺的 但是在今年中上品单张更深猴票 基本价格很难上万了 那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款猴票当初那么贵呢 不少家庭都会有挺多本90年代的猴册啊 那你家里的猴册现在又值多少钱呢 后续还会有更高价值呢 开始研究这个 我是想通过研究 猴市鼎盛时期的历史 获得一些对市场的理解 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在上世纪 猴市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国内仅次于股市的第二大投资市场 更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就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监管经验 当然随着更深入的探究 中国邮政经营邮票的历史 我有了更多的收获 对国内央企国企不断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式 与外企相比的特点 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一讲 邮票的市场化 与邮政经历的坎坷发生的巨变 以及其中一些关键的战略抉择 1979年 中国的路线与关键问题越来越清晰 经济建设问题被放置于国家的中心位置 国内在经济与市场的各个领域 都已经开始向香港学习 广东省的大人物们也开始 进一步组织论证出口特区的试办 而这一年 也是中国邮票准备重整旗鼓 放开手脚的一年 中国极有总公司 对外称总公司 对内称邮电部发行局 成为了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 这是个好消息 大家也知道 在2000年前 中国邮政长期亏损了很多年 i-commerce初期邮政事业还属于邮电部 当时光是农村硬件设施建设 就需要大量的经费 大家可能不知道 后来的很多汽车邮路 都是邮政自办的 79年 我国平均100平方公里不到一个邮电源 200平方公里不到一个支居所 人均寒件指标上也落后非常多 当时美国人均寒件是520件 日本是123件 连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都有12.5件 但中国才有3.04件 有的邮电源 骑自行车 出班携带的邮件 能重达206.6公斤 对你没听错 就是公斤 所以赶快创收 以便快速服务更多的人民 是很急迫的 邮政自然也对中国极有总公司 能独立核算有很大的期望 因为理论上 邮政办的各项业务都存在着社会竞争 唯独集邮业务 是从邮票的选题设计印刷发行 到第一次销售 都是邮政一家的 是不存在社会竞争的 一定要大干一场 但在探究究竟怎么大干一场前 还是要先去睁开眼睛 看看世界 邮政总局就派邮票专家 吴凤港 随中国邮政代表团 去香港参加国际邮展 考察的全程 吴凤港是眉头紧皱 心事重重 因为他没想到 国内在邮票设计理念上 已经这么落后了 比如之前 大陆想都不敢想的生销题材 香港邮政做得非常好 而且销售额 已经是普通香港邮票 销售额的五倍了 生销 光题材就值五倍 而且在此之前 发行过生销邮票的 还有日本 朝鲜 越南 蒙古 重要的是连韩国都发过 在未回归的香港 看着大量生销邮票 换谁谁都得一模 只剩下羞惨之心 大陆的邮政代表团 在展会上 也只能向别人学习 以生销文化 做生销邮票的各种细节 无缝感 看着几乎要落泪了 回酒店后 连夜写了一个 建议发行生销邮票的报告 回京后 不少同事则觉得 这个提议在当下 思想会不会过于解放了 但是还是得到了 当时邮票总公司 总经理宋兴明的支持 宋兴明也大着胆子上报 没想到 生销邮票的请示 还真被批准了 明年就印 但名字还是起了 保守的更新名 算是先着重突出 甘之纪年的文化 来做个过渡 这就是喉票诞生的背景 由于喉票是用的 油墨和牵引墨的混合墨 油票容易粘连 背面都挂脏 北京油票厂印刷 最初合格率 竟只有10% 经过技术公关后 验收合格率仍极低 加上报告被批准后 马上就要过年了 交付任务的时间极短 为了抢生产 厂长天天请车间职工吃肉 印刷厂职工连轴干了十几天 还是没有如数完成印刷数量 到发行时 仅才印出了443万枚左右的 合格产品 初期很多老百姓 就直接把这个当成 普通油票用了 所以中上品 猴票的数量就更少了 当然如果说价格 猴票也不是最高的 比如打一片红 也拍出过 1380万元的天价 蓝军油 94年就拍出过80万元 还有梅兰芳小行章 黑提瓷等等 都有更高的价格 可偏偏猴票的数量 因种种巧合 达到了恰到好处的数量 我为啥说的恰到好处呢 因为它既可以承载 大买家的需求 又可以拿捏住国民度 生销系列第一轮的最后 马票与羊票 发行量均过亿 现在已经第四轮了 后续整个系列 都持续的在给猴票带流量 所以猴大板 总是在行情的前沿 优势先看猴 也许它成功的命运 也不是巧合 因为无论印多少 它都是改革开放的 一个重要信号 是80年代市场经济的象征 那小小的邮票 又是如何成为 未来资本市场的启蒙的呢 有一种说法是 猴票刚发售时 其实并不是 所有的地区都卖得很好 比如当年武汉一位 姓秦的邮局员工 因为没完成销售任务 被迫自掏腰包 买了96元的 保存了很多年 接受采访时 他又说 90年代卖了一些猴票 买了两套房子 当然 大多数人 是没有这种运气的 82年 邮政在全国铺设了 邮票的三丁销网 可事实上 猴票的第一批主流大买家 主要是以港商 与东南亚华侨为主 比如香港邮商 蔡芳祥 刚发售 买了1250大板 和10万枚 还有菲律宾华侨 陈树番 曾在国际油展上询问 中国极油总公司的 随团翻译 表示希望多买一些猴票 并说 现在自己买的不多 才买了1200大板 不到10万枚 极油总公司的翻译 劝说道 现在一大板 生销猴票 已经要上千块 而国内普通百姓 每月只是几十块钱的工资 猴票风险太高 但陈树番 不紧不慢地分析道 不能看一时一世 国内刚刚改革开放 将来会有很多家庭 有上万元资产 人民一旦富起来 就会想到收藏或投资 我认为猴票是投资者的首选 与此同时 人民邮电电报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 也开始了对邮票的大力宣传 首先是开始办 年度最佳邮票评选活动 现在听这个名字 像是个冷门活动 但在80年代 最佳邮票奖 是和电影百花奖 体育十家评选齐名的三大全国性社会文化活动 84年甚至还上映了专门科普极油知识的爱评片 游园 当时极油爱好者们都是在各地的极油协会里面找朋友 不过国内真正的爱好者互相其实不太好意思买卖邮票 也不好意思谈钱 大家只是把自己的邮票夹拿出来 看看能不能互相换 但很快在86年的3月 国家规定 邮电部可以从集油油票发行收入中提取整整五分之一的资金 集油产生的衍生利润 也可以全部用于邮政专业 而后来如日中天的邮电业务 当时只能从收入中提取1%作为支局所的维护费用 所以当时邮路里程飞速增长 不少农村支局所的建设费用 集油总公司其实贡献了不少 这也算是既丰富了城市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 又支持了偏远地区的邮政建设 今天邮政才能自豪的说 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都能送到 集油总公司再接再厉 87年又开发了一个年度最重要的重大题材 就是水浒传 这个选题也是找了很多专家论证的 因为从民国的香烟河时期 火花火柴河时期 水浒人物就很让人有收集的欲望 光题材就值几倍 所以小焕熊其实也是站在巨人的肩板上 而且大家开会时还说票面要够大 这样才适合人物展现 最终邮政总局刘天瑞局长 还给了个重要建议 按五组分五年发行 想极其嘛少年 想极其就得一直追 而相关的宣传也开始面向城市里的青少年 少年工和学校里也经常办一些少年儿童油展 大家意识到 洋画 毛号 堂纸是不高级的 收集邮票才高级 也是在86年左右 一个奇特的行业也浮现了 各地开始出现了摆摊的邮商 不少城市出现了马路优势 投票也很快涨到了25元一枚 邮票开始有了投资属性 甚至是金融属性 大量倒卖邮票的邮商靠邮票完成了市场涨跌的启蒙 不少低调的邮商自然也成了中国第一批参与股票交易的主力军 这里先想到另一个人 有人说杨怀定 杨百万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报复的普通人 98年还被央视评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风云人物 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国库券 也就是国债的异地买卖 原本之前这是被禁止的 但是有一天他看报纸 突然发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说 现在境内公民可以在试点城市自由买卖国库券了 国债市场开放了 而他发现在全国八个设点城市竟然有价差 于是他开始日日夜夜的乘火车在全国跑 后来因为贷的现金过多 甚至经公安部门允许 给他专门配了两个人员保护他 这么跑了两年 也使得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第一天 他一个人独揽了交易量的一半 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早期的邮商在邮票上获得利润 主要也是用这个方法 沿海城市的邮票价格与其他城市也有价差 甚至更大 邮票信息的流动与价格传导更是十分缓慢 因为在那个时代 比如说大哥大 固定电话都还不主流 普通人想打长途电话得去邮电局打 但是你在邮电局串邮票的价格 初期肯定也怪怪的 大家也不知道违规不违规 当然在八十年代末也有一些领取了执照的个体户 合法备案的邮商从东扫到西 从南扫到北以地板价获得了大量的邮票 回到北京上海再以飞在天上的价格卖出 而且邮票还有个特殊的地方 理论上就算行情差也不会有什么大风险 因为不要忘了 在那个时期 邮票本身还有一层使用的刚需价值 谁还不没事写个信 寄个东西呢 通过对比 我也发现 或许邮商使用这一方法的时间 比国库券交易者更早 但最早一批低调的邮商 究竟获利在何等量级 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在汹涌的改革大潮中 邮票交易逐渐承载了很多刚吃饱肚子的人 对投资 对财富的渴望 新游一发行 立马就会被抢购 跟买其他商品一样 排队是最寻常的景观 也像十年前的新股一样 只要能买到 肯定能有溢价 民间的二级市场自发形成后 在一些城市也有了固定买卖的地点 不过创新敢于尝试 敢于做试点 是当时的主旋律 在邮票发行局 公安工商等部门的支持下 索性在几个城市 开辟了一些试验田 尝试筹办了正规的邮票交易市场 上海的太原路游市 广州的人民公园游市 成都的鼠洼街游市 加上北京的月潭游市 号称全国四大游市 而北京月潭公园的游市 是绝对的龙头老大 最多是 影响着全国市场的 数千万集游大军 有一种说法 一张来自月潭的游票 行情小报 放在其他地方 就是一张圣旨 最鼎盛的时候 进公园要买一道票 进里面的游市 要再买一道门票 因为人多 大家进去时 都是把大量现金 顶在头上 以防丢失 当时游市 同样根本没有什么 T加1涨成制度 价格全凭供求关系 交易量巨大 某选题一日涨几十倍 不是新鲜事 甚至部分日子里 你够能挤 从游市最里头买完 花十几分钟 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 在游市的另一头 就可以以10%以上的幅度 称交卖出 客观的说 其中当然有大吵架的推动 但也确实是全国人民的投资渠道太少了 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比较单一 不少人也的确很享受集藏带来的简单快乐 如果放眼资本市场更长期的发展 游市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途中重要的一块 它是当时最接近于证券交易的金融活动 也为我们1990年的证券交易所试点的运行 与股市大幕的开启提供了大量经验 无论是股市油市都展现了 中国市场是极其特殊的 参与者太多了 我们很难参考国外的运作方式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页 八十年代 邮政也在很多其他关键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果 八十年代末增加了117趟火车油路 单程长度约15.4万公里 全国汽车油路中 有接近一半都是邮政自办的 这些邮路也是未来无数人的脱贫之路 邮电也很早就开始注重在技术的天赋树上早点技能点 1984年 上海就在中国率先开办了无限寻呼业务 再有就是我国长途自动化发展的速度 也很快 同期的苏联专家有一种说法 在电话普及率不到10%的情况下 不能搞长途自动化 苏联专家的结论像紧箍咒一样 让电话普及率不到1%的中国人畏首畏畏 可是到了1990年 在拉萨也开通了长途自动化后 邮政实现了全国省会以上城市 自动电话网建设的重大推出 还有 第一条自动信函分简流水线1987年就在上海研发成功了 而以上这些也是建立在整个80年代 平信油资费用完全不涨的情况下实现的 在运营纪念油票特种油票的同时 保证了农村以最低价格使用普通油票 并一直保证普通油票的充足供应 那我又怎么看今天的油票市场呢 首先 的确在整个艺术品投资市场 中国已经在全世界排名前三 艺术投资也是很多人资产配置的重要手段 但油票在逐渐不具备使用价值后 也尚未建立层次丰富的艺术品增值链条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跟艺术品交易量最大的盘子绘画 比较一下 绘画作品的增值是从画廊到画展到各类艺博会 再到拍卖会 每个链条上的青年从业者都是不断增多的状态 比如年轻的画廊主就相当于投天使轮的天使投资人 一轮一轮下去 拍卖就是IPO 而且他们发掘和宣传推广的主要是艺术家本人 押注一个新作的收藏大家 肯定也是希望和年轻艺术家直接或间接沟通的 好作品的实质是炒人 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 所以大多数油票可能注定无法成为一个 在几十年后还被普遍认可的品类了 油票也在慢慢回归国家名片的价值 它未来更重要的是 铭刻着国家民族的情境步伐 90年代的油票年策仅在两三百元 投票的价格也许未来还会上升 但交易量是逐年下降的 所以对于已有的油票 我们就当做一段时期的特殊记忆好了 各地的邮币卡交易所显然不再有特殊支持 邮政从最初而就一直在有意识的调节 在1991年 邮市处于过热状态 理论上邮政系统没有办法直接干预不健康的市场 不过当时安徽江苏出现了洪涝灾害 邮政顺势发行了赈灾主题邮票 原定发行1500万枚 后不断在市场上增加到2500万枚 销售收入3200万元 全部用于当年的灾区建设 这在当时既是增加市场供应快速调节油市的方式 又是高效帮助灾区人民的一种方式 在此后的20多年 赈灾邮票又多次成为调节油票市场的利器 当然每次面对灾情 邮政的物资 邮车也总会在第一时间成为在一线不停奔跑的绿色力量 这次9月5日卢定地震 震后不到一小时 邮政就已经开始带着物资 源源不断的前往震中了 面对着余震与一路上滚落的山石 冒雪翻越海拔3800米的雅架口 6号凌晨就顺利完成了第一批物资的诱动 现在邮政还在线上处理灾区民产品交送 视频的最后 我想结合前面的故事再聊一个问题 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不是商业活动的补充 CSRES这理念是不是就是先进的 早些年很多人经营企业有一个观点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目标 企业的责任只有一个 不违法的前提下赚取利润 这个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是弗里德曼 这个人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在货币学 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也很大 他的利润最大化理论已经提出52年了 也引导了无数企业家的价值观 但是还有很多学者觉得哪里不对 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欧洲也慢慢兴起了CSR概念 后又被ESG概念所迭代 也就是关注环境关注社会 在2020年后这两个概念 对国内的资本市场影响也很大 今天国内也变成了繁大企业必谈ESG的现象 但是你会发现多数企业主义投资人 其实依旧不关心ESG本身作为目的的价值 仅看中披露ESG信息的工具价值 是为可计算的市值服务的 那就跳不出关注短期利润的怪圈 其实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不光包括投资者回报的价值 还有太多相关者的利益 还有职工的家庭供应商的发展 所在的社区 包括服务的客户 在支付价格之外享受到的长期价值等等 这些如何平衡 本身就颇有哲学意味 但美国股市是美元货币的池子 自然要永久推广投资者利益第一的价值观 日本大企业的历史 是越来越接受这一套价值观的历史 所以再也无法重建经营私盛的辉煌 这样看 我们国内以邮政为代表的一些企业 就极其难得 比如当邮政面对超大市场 能靠邮市获得巨大利润时 为什么要提前20年去做通信技术预埋 为什么要一直把重点放在农村的平邮 为什么要早早到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外的地区 开设银行网点 看似是事情越做越成就 然而今年邮政的利润排名 终于成为了世界邮政第一 它的利润更像是作为副产品自然产生的 几十年就把几千年历史长河中 所有兴罗其部的乡村连接了起来 能通信就有更多人 敢于更快的迈入城镇化大潮 这需要设计者辉红的格局和精辟的眼光 更离不开前几代邮政人最朴素的想法 更少的人吃苦总是好的 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总是好的 未来的企业宽广的社会目标 一定有新的定义 历史也一定会做出新的价值选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